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威蓝吗 威蓝 你怎么来了呀 今天是星期六 小七一早就出去了 怎么了 她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 小七不在我就不能来了 不是 不是 是 威蓝 你吃过饭了吗 还没有 肚子确实有点饿了 要不我们随便坐坐 我帮你打打下车 不用 威蓝 你去那儿休息吧 来 阿姨把你坐啊 对了 我们家那电视前几天坏了 也不让小七叫没叫人来休 你先去坐着啊 要不我出去买点食的吧 算了你坐了 未来不用 这不能你每次来都买吃的 没事啊 阿姨给你坐 去吧 嗯 小曼 要不要帮忙啊 小曼 要不要帮忙啊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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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煤气味啊 开门哪 开门哪 有没有人哪 开门 儿子 赶快去报警 就说里面有煤气泄露 快去 好 开门哪 有没有人哪 快开门 有没有人哪 怎么了 这里面好大的煤气味啊 开门开门 来 来 来 快快 快快 喂 蔚兰 小妈进医院了 没气中毒 什么 在哪家医院 现在第一人民医院 你赶快过来 好 好 姐姐 慌慌张张的 怎么办 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那边出了点急事 我得立马赶过去一趟 你别吓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要不要陪你一块去 没事的 我自己能搞定 那你快点处理 晚上我会在家等你 好 小姐 你终于来了 我妈呢 我妈在哪 她在里面躺着呢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好顿顿的 怎么会煤气中毒呢 是我的错 她在厨房里面跟我做饭 我也没想到她会晕倒啊 弄得我手足无措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都怪我 如果我不去结婚 我就不会把我妈一个人 放在家里了 小琪 你先进去看看爸爸 我先走了 公司还有点事啊 你先进去办 好 姑娘 你总算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呀 我给人当伴娘去了 难怪了 你怎么把你妈一个人 放在家里 可把我们吓坏了 今天幸亏我儿子 闻到了煤气味 否则的话 你妈恐怕救 原来是你们救了我妈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你妈眼睛不好 看不见 一个人留在家里 多危险啊 一个人 是啊 她一个人在家里面 幸好啊 有你一个朋友 刚刚来找你 把门打开了 她在厨房里面跟我做饭了 我也没想到她回晕倒啊 你来得正好 好好陪陪你妈妈 我呢 我呢 就走了 谢谢你啊 好好好 那我就不送了 不用送了 你好好照顾你妈妈啊 好 景浩 妈 客人都走了 走得差不多了 新媳妇呢 她可能有点累了 不舒服 在楼上休息呢 是不是忙了一天 她累坏了呀 动了胎气 要不要紧呢 我去看看她 妈妈妈 不用了她刚睡下 可能是有点累了 就让她休息吧 别打扰她了 我看客人都走了 要不你跟爸也累了 先回去吧 你们不回去吗 你们最好是回去啊 明天早上呢 给你爸爸请个安娜什么的 这样最好 不然 你爸爸又要说你们没规矩 好 知道了 快 先回去吧 好 那你照顾萧綦 妈妈回去了 妈 你醒了 我怎么在医院呀 你怎么知道自己在医院啊 这到处都是药水的味道 我最怕这种味道 你闻到这个味道呀 我就想起你弟弟 妈 我 我记得我在家做饭呢 然后闻到一股煤气味 蔚蓝呢 蔚蓝没事吧 她没事 妈 对不起 都怪我 怎么能怪你呢 怎么能怪你呢 你 怪你这是什么呀 妈 我有一个朋友 昨天结婚 非要我去做伴娘 所以 怎么了妈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妈 妈没事 妈就是在想呀 哪一天你做新娘子了 会是什么样子 妈老了 过去看不到那一天了 但是妈这心里呀 总惦记着 妈 妈 妈你怎么这样 你等着我跟你去叫医生啊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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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 你妈妈能坚持这么多年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她肯定是依靠强大的心理调剂 而支撑到现在 不过 从图像上看 她这次吸入了大量的煤气 导致肺部感染 所以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 大夫 那我妈她现在 好好陪陪你妈妈吧 如果你希望你妈妈的生命得以延续 一丁底的刺激 都不要再发生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老人在世时 一定要静孝 老人不在了 说什么都完了 把 faith都离负 provide 什么时候 征服 你才能買下吧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喂 昨天一晚上你都没回来 新婚之夜啊 你到底在哪儿啊 对不起啊 我朋友的妈妈病了 我在医院呢 我正照顾她呢 是这样啊 那现在怎么样了 好些了吗 现在她好多了 景昊 你有没有生我气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不过 结婚第一晚就一夜不回 这事要给爸知道了 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我知道 你不介意就好 我可没说不介意啊 我只是说你这么做 肯定有你的道理 回来呢 你要好好地跟我解释 请求我的原谅 并争取宽大处理 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 对了 就现在目前的情况 我们俩共同的敌人 是我爸 所以你赶快回来吧 不然呢 老公都帮不了你 我知道 路上小心点 爸这边你放心 有我盯着呢 拜拜 好 快回来 好 土曰 你在哪里啊 你还敢跟我打电话 太过分了吧 土曰 我 你什么你 你还敢自称是我的好朋友 我特别后悔当初把你接回来 以后别再联系了 喂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解释好吗 你要相信我 我是你的好姐妹 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呀 苦衷 苦衷你就敢欺骗你自己的好朋友 我告诉你萧綦 好朋友是用来彼此珍惜的 不是用来欺骗的 我真的生气了 土曰 我知道我求求你 无论你日后怎么鄙视我也好 骂我也好 你就算是不理我也好 但我求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好吗 我求求你过来一趟好吗 什么 夏阿姨生病了 严重吗 挺严重的 你能过来一下吗 好 我马上过去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过去不代表原谅你了 你给我好好思过吧 我 çok undertak motion 她怎么看 男女 快了 我真的不知该如何谴责你 鄙视你 埋怨你 甚至还想抽你 做人做到你这个份儿上 还能做下去吗 你骗别人 骗自己 骗你妈骗我 你这场骗局最终是瞒不下去的 再高明地骗人把戏也会被拆穿 你妈知道你的事吗 还不知道 杜宇 杜宇 我求求你了 医生说了我妈不能再受任何的刺激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妈我结婚的事 你疯了吧 怎么会交到你这种朋友呢 好 我答应你 我今天答应你 完全是看在萧阿姨的面子上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喂 景昊 老婆 你到哪儿了 你回来没啊 我回来了 我马上回来 我朋友刚到 你快点回来吧 你要再不回来 老公我真的盯不住了 我知道 我马上回来了 图云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这辈子都是欠你的 如果我还能活着 我一定会还给你 我妈就交给你了 拜托了 小 不许动了 吓死我了 真是的 你怎么走路一点东西都没有啊 你老婆呢 她 学得更想注意啊 静昊啊 女人怀孕是很辛苦的啊 你们男人 我知道了 妈妈生我的时候哪儿更辛苦 来 亲口 喂老一下 喂 怎么还跟小时候似的 这让你老婆看见了 看见看见呗 看见又怎么样 男男士俗啊 懒得理你 行了 别当我做饭啊 一会儿你爸爸就起床了 吴姐 这个我来 爸 要不然我们先吃吧 我估计 萧綦昨天可能太累了 让她再多睡一会儿吧 不行 第一天第一顿饭 必须大家一起吃 萧綦怎么了 她怎么这会儿都没起床啊 会不会不舒服了 要不要妈妈上楼看看啊 不用不用 妈 你放心吧 萧綦肯定没事 我估计啊 可能就是怀孕的原因 你也知道 怀孕的女人 就是需要多休息 这才几个月啊 妈妈当初怀你的时候 也没这么贪水过呀 不行 我还是上楼看看去 妈 妈 妈女人 妈 你干什么呀 萧綦啊 妈 妈 妈 嘘 嘘 小点声 小点声 萧綦的事情 你听我妈妈给你解释啊 她人呢 妈 你是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 萧綦好朋友的妈妈 突然病倒住院了 而她朋友又不再出差了 所以呢 只能由萧綦代表她朋友 照顾她妈妈 你晚上没回来 新婚第一呀 儿子 妈 你听我说呀 萧綦也不想这样 你以为她想去呀 可是事发突然 你也知道 萧綦是个好人 她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行了 行了 这事啊 反正不能让你爸爸知道 所以妈 这次呢 就请你配合我 在爸面前好好演好这场戏啊 别啊了妈 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赶紧给萧綦打电话 让她晚点回来 你呢 想办法 让爸呢 赶快走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错过了 别遮呐了 妈 没有时间了 你赶紧远也不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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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饭吧 吃饭吧 来 怎么了你们两个 神经病啊 媳妇睡着呢 我们先吃 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秘兮兮兮的 还说呢 还不都是你孙子那的 折腾的媳妇啊 一晚上都没睡好 到现在还恶心呢 好 明白了 吃吧 家思 你醒了吗 醒的话 就回答妈一声好吗 家思 家思 有点不对劲 我听到撞墙的声音 家思 开门 家思 家思 有点不对劲 你这是干什么呀 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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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怎么这个样子 没事没事啊 爸爸家也没事了 家思 家思 别跑 赵总 家思这样 要不要送医院啊 送什么送 家思好得很 快打开 快 打开 好 去那去那去那 疼的话跟妈说一声啊 去那去那 来 来 慢点 好 不疼啊 不疼 欢迎啊 现在加斯的情况 要不要松 你想他别想 我女儿有没有得病 有我在 我能照顾他 废货 我比你心疼女儿好不好 你看现在加斯的情况 一天毕业严重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但当我女儿怎么办 妈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 让你们担心了 我倒没什么 就是你爸爸 你还不了解他的脾气 我知道 爸爸心智口快嘛 对不起啊 以后再也不会了 你能明白这个就好啊 不过萧綦 你说你一出去就是一晚上 而且还坏着身孕 怎么不让景昊陪你去啊 昨天景昊太累了 所以我怕他累着 就自己去了 哎呀 我倒没什么 但是昨天我真的很担心你 好啦 我这不回来了吗 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爸给我放假了 让我专门来照顾你 不用了 放心吧 你赶紧上班吧 你不是说 爸爸最讨厌上班不努力的人了吗 可是我 可是什么呀 别口失了 我呀 待会儿休息一会儿 就去趟超市 晚上呢 就和妈妈做好饭 在家里等你 快去上班吧 又是景昊 听你媳妇的 去上班吧啊 都快做爸爸的人了 好吧 那我就去上班吧 反正啊 我是看明白了 在这个家里啊 还是我的地位最低啊 走了 对不起啊 嘉怡 好点吗 你怎么会儿呢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怎么会呢 你都快成我半个女儿了 萧綦呢 萧綦上午在这儿坐了一上午呢 公司有急事 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孩子 又麻烦你过来 你说你这上班也挺忙的 真麻烦你了 我不忙 您都说了 我是你半个女儿了 你生病了 我能不来吗 郑坤 郑坤 我们还是回家好了 家私只是受到一时的刺激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在家也能治疗 来这个地方 不好吧 回家能治好她的病吗 那 让人家知道多不光彩啊 赵欢音 我告诉你啊 我女儿只是病了 没有什么光不光彩的 你要想让别人不起事你女儿 你自己首先要端正态度 在家也能治疗啊 再这样下去她会死 会死的你知道吗 我女儿只是 Watch me 交四 别害怕啊 没事他 没事 进来 刘董 这是根据您的提示 我做了一套应居方案 给您 您评估一下 你不是请假了吗 萧綦说 我应该替你多分担一些工作 所以我改变了主意 既然结婚了 男人确实应该以事业为重 不错 三条出口止损 看来这爱情 有时候还挺管用的 让一个人变得很聪明 谢谢刘董的夸赞 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出去了 还有事吗 爸 是这样 萧綦说她刚进门 她想晚上亲自下厨 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准时下班 上班就是上班 不要跟我谈家务事 我今天准时下班 知道了 刘董 他也知道她在这儿 在那儿 怎么样 想吃点什么吗 我去帮你买 夏阿姨 我出去接个电话 去吧 夏琪 涂月 我妈她醒了吗 刚醒 你什么时候过来呀 夏阿姨刚才醒了 就说她想见你 我觉得她特别想你 你赶快过来吧 你等我 我马上就过来 好 妈 不好意思啊 把你给吵醒了 没有 没有 你看 天还真有点凉了 怎么 你要出去啊 我出去买点晚上做饭的东西吗 你也不要太麻烦了 不麻烦的吗 那你快去快回 好嘞 那你在家好好休息啊 正坤 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忍心把家思留在这个地方吗 不管怎么样 我不能看着我女儿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里是医院 请你小声一点 闭嘴 把他一下 好 我女儿就拜托给你了啊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 照顾好你女儿的 谢谢 护士 把家思带到病房去 妈 家思 你干什么 妈 我不去 你放开我 家思 妈 家思妈也不愿意了 家思 我不去 好了 走吧 家思听话啊 我不去 妈 放开我 妈 妈 放开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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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萧綦来啦 妈 萧綦来啦 萧綦来啦 好漂亮的花啊 红色的香奶鑫 萧綦啊 你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竟买这也没用呢 谁说的 花嘛 摆在这儿也好看啊 哎 你们刚才聊什么呢 聊得那么开心 夏阿姨在跟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呢 她说你小时候可聪明了 从来都不干傻事 才不是呢 笨死了 要聪明啊 才不会把我妈一个人扔在家里 早知道去帮忙我妈会出事 肯定不会帮的 明知道是傻事还要去干 那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啊 夏阿姨 关键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发现干得是傻事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妈 对不起啊 以后我一定常常陪您 知道了 知道了啊 萧綦啊 你赶紧带涂鱼去吃饭啊 她这一直忙着照顾我 到现在饭都没吃呢 夏阿姨 我不饿 我饿 走吧 陪你吃点东西 咱们俩也好好聊一聊 好吧 先走了吗 我们走了 嗯 萧綦 你知道 萧阿姨跟我说了什么吗 嗯 她说 她在昏迷的时候 好像看到你结婚了 她在昏迷的时候 我觉得萧阿姨太可怜了 你和潘景昊都结婚了 她还被蒙在鼓里 你骗你相依为命的妈 于心何忍呢 你为什么不告诉萧阿姨啊 我就真的想不明白 我再给你个漂白的机会 如果合理的话 咱们还是朋友 屠玥 你知道吗 那天我跟你发信息的时候 其实我都已经离开这里了 可是没想到 在半路的时候 就被两个黑衣人给结下来了 虽然没办法告诉你 她在威胁我什么 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幕后的主使是谁 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不是在编选一小说 更不会再骗你 总之 我必须走下去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个幕后主使人 一定是最有其吧 她一定是不甘心你退出 才会报复你的 对吗 小姐 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你已经踩在了一根快要断裂的钢绳上 你知道吗 你这样潘家和小阿姨都不会原谅你的 宋游齐更不会放过你的 你现在一个人改变不了命令 也斗不过他们 如果这是场商业阴谋 你得报警 让法律帮你解脱 如果你不报的话 我帮你报 你怕他们 我屠玥不怕 不行啊 屠玥 你能有她的证据吗 这些人 都是高智商 他们杀人过血无痕 你说过 只要我能够放下仇恨 就有足够的力量跟他们斗下去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妈 她是我唯一的牵挂 你要帮我 就帮我照顾好我妈 千万不能让她有任何的危险 萧綦 咱们俩是最好的姐妹 你有什么事尽管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 你妈就是我妈 你不是一个人 你有我有我妈 还有萧阿姨 还有正义 谢谢你啊 走 吃饭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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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好 不 我 魚或是入鱲 魚很甜 把魚蓋倒入蒸魚 粗糟 山蝦 沸騰 切成 你先出去吧 我正忙着呢 你先出去吧 坏死了 你说我要不要去厨房帮个手啊 让你做你就做了 你真是个老奴迷 依我看 儿子这婚是离对了 你看 这个萧綦啊 变连唐家思懂事多了 你有没有出息啊 你没听说过 吴氏献殷勤背后三分阴 你呀动点脑子啊 这个媳妇可是个聪明人 指不定哪天她把你卖了 你还跟她数钱呢 在你这眼里就没个好人了 好吃 那下次我还买他们家的啊 行 你小的时候也喜欢喝这种粥 真的啊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经常来我们家吃饭 我最喜欢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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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报应 也应该报在我身上 你说 报应错了人 老天是不是不着眼 你等着 我会报复她 我来花多少代价 我一定会报复她 算了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提了 咱们以后做事啊 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你最近是怎么了 ,竟说些大道理 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不信你心里咽得下这口气 去 没什么咽得下咽不下的 我现在啊 就是想为家私考虑 咱们为女儿受点委屈 受点嘲笑什么没什么 但是她不能受第二次伤害 欢迎啊 你听我们吧 以后当着家私的面啊 这事就别提了 最好就忘了 忘了 我做不到